招和奥特曼系列作为经典中的经典可以说是被广大网友拿着显微镜看了一遍 那么大家到底在看什么呢 自然是其中精彩的剧情和一些经典的梗 本期视频笑笑就给大家盘点一下招和奥特曼中的一些经典热梗 下面这些梗你都知道吗 首先是我们的初代奥特曼 大家最熟悉的肯定是早田径的勺子变身 这一幕出现在初代奥特曼第34集 这一整集的整体剧情都比较轻松搞笑 当时科特队用尽手段将怪兽送回了宇宙 累了一天的队员们愉快地掐起了咖喱饭 掐得正开心的时候收到通知怪兽又掉下来了 荒冠中的早田立刻离席变身 不想手中的变身器使吃咖喱饭勺子 后来这一经典片段被远古用了好多次以此致敬出代 宇宙超人 睁开眼睛 我是沙弗里 这个片段是不是也特别熟悉 由于瑞士的糟糕翻译导致左飞奥特曼的幕后身份暴露 那位大人的名讳也为后人所传送 同样在这一集中还有一个显为人知的梗 那就是一兆度火球先生 而这位先生指的是宇宙恐龙杰盾 因为杰盾号称能释放高达一兆度的火焰 但在剧中使用火焰技能时 却连科特队写字大楼都未曾击破 所以这一身世行为也让杰盾有了先生的称号 说完初代接下来就轮到了昭和第二位奥特曼赛文 其中最经典的要属赛文的CP金箍桥了 作为赛文中难缠的对手一度让七爷陷入苦战 而且在赛文与之战斗的过程中出现了非常多哲学的摔跤体位 于是一众CP粉强行拉狼配将他们凑成了一对 甚至后来赛罗出生以后都认为赛罗的母亲就是金箍桥 我的变身器呢也是七爷的殖民梗 因为猪星团在TV中多次被宇宙人偷走变身器 通常被迷约后醒来磨口呆 变身器不知去向 猪星团就会发出这句灵魂呐喊 同时赛文还是一个把玩味就跑的渣男 在最后一集中猪星团与安奴的告别是无数奥秘心中的一男平 同时还把这种不良风气传染给后代 比如戴拿 欧布 泽塔 都是不负责任的渣男 在赛文之后就是我们的闺门杰克了 杰克因为赛文给的奥特手镯功能过于强悍 被奥秘亲切地称为手镯人 而在赛文送手镯的时候 杰克在激动之下喊出了一句传世惊变 赛文也腼腆地回了一句 不客气 作非 开称凶耀地功名场面 当然按着又是翻译贡献的名场面 在杰克奥特曼中翻译梗特别多 比如 还有香秀术跟百特星人的对话 估计很多小伙伴都能全文背诵 除掉奥特曼的计划是什么 我可以告诉你 消灭奥特曼的计划 是左飞定的 我们一定要杀死奥特曼和他的兄弟们 好了 以上就是笑笑制作的 昭和奥特曼热根盘点第一期 如果小伙伴们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别忘了给笑笑点个赞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